俄軍掌握情報 發現俄軍在哈爾科夫這裡 集結了10萬大軍 接下來時間交給記者作痕 好 俄屋基金的衝突不斷的擴大 我們看到現在說是烏克蘭方面 也指說俄軍他們集結了 超過10萬的兵力 那當然也是要攻破防禦 他們說從庫普 揚斯克和利曼的方向 集結有超過10萬的兵力 超過900輛的戰車 另外還有火炮系統 以及多管火箭炮 那當然烏克蘭的武裝部隊 東部集團發言人就提到說 蘇聯在阿富汗的軍隊 當時最多的人數是12萬人 也就是說現在已經有10萬兵力了 代表說這個戰爭 恐怕還沒有那麼快可以結束 那他也說俄軍他們現在 正在集結所有一切的力量 就是要攻破烏軍的防禦 但是他說 我們的士兵不容許被搶戰先機 而烏克蘭的地面司令這位塞爾斯基也說 東部方向的作戰還是確實相當的困難 而為了阻止我軍在巴赫姆特的攻勢 他就說敵人他們正在積極的轉移 增援部隊攻劇就是要朝著烏克蘭的邊隊來進攻 全球糧食警報響起俄羅斯拒絕延長黑海谷物協議 同時也攻擊烏克蘭南部海岸 交給就很 確實俄羅斯也展開了一波攻勢 另外我們看到在烏克蘭的南部港口奧德薩 同時也只說遭到俄羅斯的軍隊來騎擊了 那麼他說主要就是俄羅斯拒絕延長國務協議之後 烏克蘭方面就指控說 俄羅斯攻擊了他們的南部海岸 烏克蘭的南方司令部是聲明說 他們在這邊遭到防空系統來摧毀 包含使用了6枚的口徑飛彈 另外是21架的伊朗製無人機 那他還說這些飛彈的殘骸是衝擊 損毀了一些港口的基礎設施 更糟糕的是不只是物品以及設施受損 以及還有一些私人住宅 也同時成了襲擊的目標了 而其中就有一名老人家 他在家中因此是受傷了 而烏克蘭的尼古拉耶夫州 州長這邊他也說 另外在工業設施的部分 位於在尼古拉耶夫這個地區 也受到了襲擊是在夜間的時候 那也引發了火災 幸好是趕快的撲滅火勢 所以沒有人員傷亡 這請教做和人烏軍的最新戰術 好 當然面對俄羅斯的攻勢頻頻 烏克蘭方面也不能夠坐以待斃 所以現在就說 這克里尼亞大橋又遭到襲擊了 其實從戰略來看 烏克蘭軍隊似乎也在換個方向來打 我們先來看到克里尼亞大橋是遭到無人機的襲擊 那當然目前來說鐵路交通是恢復 可是呢 還有這個通車的部分 預估要到11月才可以完整的修復 現在還是只能夠少量的通車 不過我們就看到烏克蘭的無人體 多次是在海岸克島港口來發動攻擊 那就說這是不是他們的戰略 變成是要開創新式的海上戰爭先河 也就是說要從敵軍的後方來進行反攻 《紐約時報》也報導中指出說 其實在反攻前兩週 烏克蘭的武器摺損已經有20%了 尤其是遠程飛彈也消耗俄羅斯的戰力 但是折損是10% 所以他們現在是不是目標變成是 要包圍來封鎖克里米亞半島 要斷絕俄羅斯到克里米亞半島的補給 另外是在這邊 因為現在可能是旅遊的旺季 可能會形成旅客滯留 不過後來後面也說 這防衛還是有一些漏洞的 因為像是安檢 防空等等 這些可能未來都會成為問題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